喂 我在路上了啊 你骗人了吧 你应该还没出门了吧 谁说的 我还有五分钟就到公司了 你等我等我 好玩吗 好玩 走吧 人家说呢 女生的五分钟是有时差的 所以呢 我就早点过来 明明人都来了 还要假装问一下 怎么 在办公室还没有够呢 今天早晨的销售量上涨了 白天跟晚上肯定会更高 不过呢 这些都是我想见你的理由嘛 毕竟见你才是最大的快乐 您好 半夜关节 嗯 哎 买点牛奶吧 万一今天太忙加班了 那我也留点零食给你 我要是加班 你不也下不了班吗 你就不能想点美好的吗 早点下班 我还能早点见你呢 这是草油的 老板 来俩包子 行 等等一下 还需要吃草盘吗 冻香再来两个 好的 喂 吃了什么 这可以啊 老板给我个杯子呗 行 好 等等一下哈 来买早饭啊 你和钟总 你和钟总 那什么我我去挑点零食 我们就是来买早饭 不小心遇到的 那 你这平时都在家吃早饭 怎么今天起碗了 对 今天起碗了 在家没垃圾吃 这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你这出门也太早了吧 是我让他早点来的 有工作安排 您好 您能帮我自己做交换吗 谢谢啊 我买好了 那你们继续聊 一会儿见 嗯 嘶嘶嘶嘶 那什么我也先走了啊 公司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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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 公司见 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 这儿地形咱们熟呀 而且我已经跟酒店的安保住过了 如果他溜的话 保安会帮我们一起抓他 还是你想的周全 让我看看你的法子管不管 您好 欢迎光临 是他 是他 是你吗 是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来干什么呀 走 你先等等 等等 等等 这 这 这就是他 是他 是他指手让我这么干的啊 要出去找他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说了不算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交代事情的原委 我们也许能考虑从轻处理 我 我说 我都交代啊 就 这就是他把钱给我的 让我在网上说你们抄袭的啊 这 我当时缺钱要结婚 不管我的事 都是他主事的 都会跟我 我都会回头 我哭 你 人家还疼 孙副总 你是故意的 对吧 我就是不甘心啊 我在美堂兢兢业业 十几二十年 最后落得个离职的下场 你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就证明你从来没有真心 爱护过美堂 你脑子里只有自己的利益